大家的房子喜歡回覆 到學校才裝病 爸媽怎麼出招 你這小朋友 他其實是在家裝病 我們剛剛聊很多 那有些小朋友比較厲害 他是到學校才裝病 那我們這樣要怎麼處理 是 我覺得用裝這個字 還是留給那個 比較大的小孩 比較大的 就是真的很 國高中生 就是已經開始真的 很有意識在裝的那一件事 不然在小學期間 我通常不會叫他裝 我就是說他真的 因為討厭這件事情 會開始有些症狀 好 那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讓孩子覺得 我相信你不斷感受 我相信你是真的 這裡痛那裡痛 我不舒服 好 那 我相信你一次 我相信你兩次 那漸漸我可能要判定一下 你是不是 心理上的排斥所造成的症狀 那我們第二步 就是說 避免因為這個症狀 而得到額外的益處 或利益 譬如說 我只是因為不想上體育課 那我一次相信你 兩次相信你之後 我也許還是會要求你來體育課 只是說 你告訴我 哪一個動作你會不舒服 那個動作 我跑步就不舒服 是… 稍會光曬太陽就不舒服 就是不要讓他一次全拿 讓他覺得說 我只要講我這裡痛 我就全部事情都不需要處理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分析 你哪裡遇到困難 那這第三 這就是第三點 就是我尋找你 因為你躲藏的背後的困難點在哪裡 如果讓你就每一次肚子痛 我就不上體育課 我就永遠不知道你的困難在哪裡 但因為我不讓你不上課 但是我讓你在上課當中 你告訴我你的困難是什麼 那我抽絲多久 我才能知道說 我該怎麼解決你的問題 那這樣的話 你這個整個才是正向情況 不然一個孩子 我們說他因為這樣 然後得到利處 他就會再用這個 再用在下一個他討厭的東西上 他會 我就是會養成一個 就是說謊的習慣 所以還是 照我們這樣講 相信孩子主觀感受 但是避免他因病過癮 然後最後尋找他 躲藏他背後的困難 沒錯 但是跑步還是很討厭 曬太陽 召匯也是 這是你的困難